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終於正式可以帶我未來老婆見家獎了 我還特地買了一份禮物送給他們 走吧 好 你看這份禮物搞成這樣 這棟樓已經五十年 我一出生就住在這裡 一點滴水我都習慣了 我爸媽不會介意的 連我的房子也中焦了 很快會乾的 結婚之後我又要住在這裡 好快, 我們回去把它弄乾淨 就是這樣 安寧也是想住得舒服一點 不過你想我怎樣幫你 修哥, 我不除你太新的樓 我買不到太舊就不想 你是專業的地產經紀 我買樓全靠你 好, 你放心交給我 好, 走吧 這個樓圈十六年樓齡 但看上去還是像新樓一樣 不錯, 這裡雖然入伙了十多年 但外場和室內大堂都保養得不錯 很漂亮 那筆怎麼樣? 真的挺新的 看來很久都不想弄遺心 是不是這麼新的? 那你省了很多 什麼事呢? 讓我過去了解一下 嗨, 阿修, 你好 發生什麼事? 在一些預防性的保養工程 等樓宇結構、系統、設施發生問題之前 透過日常巡查的話 及早發現問題不要擴大 如果是有問題的時候 失修才來做, 就麻煩了 不過不是樓齡年過三十才要做維修嗎? 其實任何樓齡的大廈都需要做預防性維修 有些業主以為三十年的樓才要驗樓 到時才一次過搞大維修 但其實要保持樓宇狀態良好 這樣做是絕對不夠的 一棟樓是由很多不同的結構組件和設施組成 要時刻保持著樓宇的最佳狀態 需要就八個結構組件或者設施 做定期的維修保養 包括結構、天面防水、外牆、食水和排污系統、窗戶、電力系統、消防設備和升降機 這個做法比法例要求的強制鹽樓計劃更加全面和周長 我們還要為這八個不同的組件和設施 制定各自的維修周期 好像外牆一樣, 應該每年都做目測 過程中, 如果一查到有小問題 就必須立即去做修補, 防止問題擴大 業主也可以考慮聘用合資格人士 定期為大廈的外牆做紅外線熱象探測 如果大廈外牆要進行翻身或修補 就建議聘請合資格人士 做一次全面或局部的外牆隨機測試 來確定需要修補的位置和數量再進行翻身 那石屎剝落的情況就不會那麼容易出現了 沒錯, 莫說石屎剝落這些有機會危害性命的嚴重問題 有時好像水崩壞了, 或者喉管破損這些看起來好像很少的事 其實影響都可以很大 你想想, 屋苑水崩壞了, 或者喉管破損令到漏水 輕則滲水入大廈的公用地方 例如走廊、大堂、C房和升降機 影響到電力裝置和其他公用設施 到時更換就損失慘重了 更嚴重的甚至會滲水入大廈的石屎結構 令到鋼筋生瘦、石屎剝落 影響大廈結構和住客安全 真是可大可小的 哦, 原來是這樣, 還一直搞錯了 那沒甚麼事, 我出去做定期檢查 對了, 剛才那位工程人員是誰 說話像阿sir似的 有機會我也要跟上學習 我喜歡這裡 那我們回去認真考慮清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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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